《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潔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你想問聖誕有什麼活動嗎 聖誕要安排一下家庭活動 真的要安排 因為活動多羅羅 今年《茂法局》也有新搞作 請他們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就是《茂法局》副總裁張淑芬女士 Hello Hello Raymond Hello Grace 早安 早安 知道到了12月份 周圍都有聖誕節日氣氛 今年逆厚服場首個大節日 其實不同機構都有積極部署 你怎樣看現在整體環境 如果你問我 香港自全面通關以來 整個市道逐漸向好 因為我舉辦了很多國際展覽 所以從展覽角度看 從2月到11月 我們都舉辦了超過24個本地和國際展覽 我們都計算數超過40萬個買家和展商 都來自200多個國家地區來了香港 比起疫情前都恢復得七七八八 但如果你說零售市道 我想就好看旅客和本地的消費力 我們看回旅法局的數字 在1至10月的旅客人數都接近2700萬 如果樂觀估計 到年底前應該可以超過3000萬吧 我們最想當然是旺丁又旺財 但我昨天聽到零售協會有些擔心 會否多些香港人可以留港消費 這是他們的考慮 所以大家都很積極舉辦不同類型的慶祝活動 希望可以帶動旅客和本地市民留港消費 我們貿法局TDC都希望出一份力 我們在今年聖誕節期間 都會舉辦一個全新的公眾展覽 我們叫潮活11Chill11 我們的目標對象都是大灣區 包括香港的市民朋友和旅客 可以一起來香港這邊共度聖誕 所以今次我們的展覽地點 是在亞洲博覽館舉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潮活11不是光棍 9加2的意思 好聰明 其實我們就是想用9加2這個概念 歡迎我們兩個特區 香港、澳門和9個廣東省的城市 是我們目標的群組 希望他們透過不同的渠道 很方便來到香港 和我們一起共度一個很特別的聖誕 今次整個活動的構思 其實都是全新的部署 當中構思的靈感來自哪幾方面 是否都是配合政府 之前不是說要刺激經濟 或是一連算一些繽紛的活動 每樣都有一點 不過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 你會發覺逆後 我們的旅客來香港 都有不同的行為 譬如說很多在找打卡點 很多找一些比較特別的文創文化 所以我們希望藉著聖誕節 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 讓一些流港消費的朋友 提供一個特別的文創聖誕 亦希望藉此機會向本地一些文創的產品 和一些設計的品牌 甚至我們的概念裏 都包括一些特色的飲食文化 利用我們一些展覽和場景的展示 再加上一些精彩的表演活動 手作坊 希望吸引到大家來參與 體驗和消費一下 我想問一下這些篩選上 有沒有什麼準則 其實我們是針對一些 譬如我們今次的超11這個會場的設計 其實都是邀請了很多不同的創意力量去參與 目的都是希望製造多些話題和打卡點 亦加入很多不同香港的生活文化特色 我們都邀請很多藝術的表演 年輕人的表演 有些體驗區、手作坊 都是希望多些互動和交流 這個地點在亞洲博物館擔不擔心 比起灣仔會展偏遠了 如何吸引本地的市民 一家大小有什麼絕招 我覺得首先內容要夠吸引 地點方面 大家可能在意識形態上 覺得好像比會展遠 但其實一會兒我可以介紹交通的特別安排和優惠 大家聽完後就覺得這方面都不錯 但剛才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最重要是活動是否吸引 活動吸引其實在紅色假期內 是不是家長都願意帶小朋友呢 因為多些時間 而且玩都是玩一天 玩全天 有得玩有得吃 可以消磨一天 是很好的地點 不如說一下活動的詳情 或者有什麼吸引的特色 可以吸引到大家可以帶小朋友 或者一家大小去玩足一天 好 我想介紹給大家 整個展覽活動 其實有超過150個品牌和設計師的參與 我們也有超過100個合作夥伴 所以通過他們做很多宣傳 短短四天裏面 我們有70個精彩活動 或者我從三方面的主題給我幾分鐘說一下 有分不同的主題 是的 我們在館裏面有超好玩 超文創和超好玩 超好玩方面 其實我們有一連串的表演和娛樂節目 也有很多聖誕方面的設計裝置和打卡位 其中一個焦點就是我們的升級表演 我們邀請到女子的組合 After Class 大家很熟悉的閻明熙 姚卓飛 鍾柔美 和占天文 很難得他們四個一起出現 四個合體 沒錯 近期有好紅的中年好聲音的周吉佩 和羅啟豪 他們都會分別過來我們這裏表演 還有最近被受吹捧的人氣王 對 阿雲光 阿先生的光B 都會來到我們的現場 當然除了升級外 我們都會忘記我們街頭表演的很多年輕朋友 我們都會請很多Busking的朋友 穿梭在我們四天裏面 一直表演給大家看 多些推廣一下他們 另外我們還有GD Show和Company 帶來了32米長的兒童充氣娛樂設施 嘩 想放電的朋友 我們叫他Chill Club 城堡 很適合小朋友一起玩 還有30個親自工作坊 例如面繪、face painting 做一些特別的聖誕飾物 還有如果喜歡喝奶茶 我們這次請了金茶王出來 幫我們拉最滑的奶茶的創意方 給觀眾即場參與 另外聖誕節大家都想化個美妝 去party 所以我們也請了升級化妝師 歐雨喬、Will 就會來講一下聖誕化妝的潮流 另外喜歡貓的朋友也要留意 因為現場我們特意做了貓的攝影工作坊 有專家介紹 教你如何捕捉我們這個可愛主子的秘技一面 那些貓老朋友就不要錯過了 我另外想介紹一下Chill文創 因為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我們有文青的手作史集 還有一些沉浸式的藝術體驗 我們特意設有一個中西文化走廊 透過一些藝術和科技共用的方法 提供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你走過去就會看到很多東西 這也是大勢所趨 因為特區政府也想推廣一些文青方面的活動 文青旅局其實也很推廣這件事 所以這次我們也很感謝文青旅局下的《創意香港》 都特意在這塊的推廣上給了我們一個贊助 其中我們也得到中西文化藝術協會的支持 在中法少年兒童繪畫藝術交流大賽裡 就給了兩幅得獎的作品給我們 其中包括了16歲的年輕人阿秦之浩 他做了一幅我自己很喜歡的畫 就是《唐三絕 張進走》 其實他為什麼會有唐朝的三絕呢 其實因為李白的詩 張玉的草書 還有培豪的武劍 李白在武劍 我們就用一個很特別的形式展示出來 另外就有吳俊熙的《Dear Cat I Miss You》 我特別提及張進走的畫 他的珍跡會在《超十一》的文化酒廊展示之後 就會送到法國的巴黎市政廳 永久收藏 所以如果大家想鼓勵和支持 我們16歲的一個得獎作品 記得在《超十一》時間來看看和感受一下 因為之後就不在香港了 另外這個沉浸式的體驗 還有莫尼幕內的名畫《日本橋》 還有梵高的麥田與柏樹的《四季變化》 都是用一個動態的形式 去展示西方藝術的印象派的風格 大家可以來看看 因為同時我們有一個art cafe 可以一路喝著港式奶茶或者一些特別的點心 一路看著一些西方和中西交流的名畫 另外我們還有年輕的得獎攝影師 就是Calvin Yuen的美照 現場她還特地帶了她的手藝風來簽名 她的粉絲記得來看看 名聲如蓉 是的 另外你也留意到 文創都包括全城 所以我們特別為了見證香港工匠的首藝全城 今次《超十一》也帶來了八年的老字號 就是粵冬瓷廠的品牌 以前我們的粵冬是把廣彩畫在瓷器上 現在傳承到第四代 她是把傳統廣彩畫畫畫畫到手機殼上 所以你想想一個大小不同的層樓是很有趣的 大家真的要想想 在手機殼上 是的 我們也有設立一個冬天的Chill Mart的手作市集 也希望鼓勵多些初創企業家的計劃 請了四十多個本地創作人和創業的夢想家 向工作人士展示他們創意的手工藝品 其實這個不錯 給了場地一些創意的藝術家 尤其是一些新進的創意藝術家 有一個地方可以展示他們的作品 絕對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們 最後我也想說 小巴車頭 未見到很多小巴牌 大家已經愛上了這個很獨特的寫法 就是紅藍色調寫出來 我覺得已經變成一個登堂入室的文創產品 所以我們在《超十一》也有一個 香港特色小巴牌的工作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到自己做自己希望的特色小巴牌 有很多本土情懷 我看到一些宣傳品有彩虹邨的背景 剛剛在業門說要清拆 集體回憶就是在活動上 大家拍照、擺姿勢 就夠本地化 即使遊客也覺得有香港特色 絕對是 希望大家真的支持本地的文創 最後我講《超十一》 除了講《超十一》之外 也要介紹一些品牌可以大家來買 即是消費一下、支持一下他們 譬如本地方面 我不是講粗口 它有一個潮牌的《吹啤啤》 就是跟《Great Garmaze》 專門為《超十一》聯手砲製了 private label 啤啤是否是紅紅紅仔啤啤的意思 它是真的有泡沫的 因為它用上了茅台、啤酒原料 但它又加上朱古力 不是紅仔 是啤酒的啤 沒錯 所以他們釀製了手工啤 叫做《醬香Mokka》的手工啤 大家可以來到現場買和試 都真的要想像一下 如果用到茅台 又加上朱古力 究竟是怎樣的味道 不用怕是很高的酒精量 是6.5% 另外又有另一款 女性的東西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繪本獎的創作團隊 Staffy Design香港 會為《超十一》帶來手繪畫的絲油場披肩 取材是香港夜景、漁村、主題樂園 很有香港特色 當然要跟大家聽眾朋友說 有豐富的禮物和大抽獎 第一日23日星期六 首1000名入場的朋友 可以免費獲我們福袋一個 福袋裡面有很多豐富的禮物 裡面主要包括我們剪商 拿出來的剪品可以免費給大家 價值至少是百多二百元 比我們的門票當然是五、六倍的價值 十點半就開始了 大家可以馬上進來 而入場消費每滿港幣200元 就可以參加一個抽獎 最多一張單可以抽十次 隨時有機會抽到很豐富的禮物 我說一點 大灣區航空送出的 商人來回香港的萬谷機票 有十份 另外迪士尼樂園的入場券 K11和新世界集團送出的KDollars 每份都1000元 而五星級酒店住宿 以及Rolling的可折疊旅行行李箱等等 全部四位數 真是很優質的禮物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聽起來活動有很多範疇 很多五花八門都有 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需要 還有抽獎 但我們經常說 亞博館方面 其實剛才也說了 交通上的配套是怎樣 或者當中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交通安排 這個也要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很感謝港鐵、承巴和Eleven Skies 一起提供超低超方便的交通安排 港鐵的機場快線 亦由我們這個活動 用我們的票 已經可以兌換一個 47元即日來回 在香港站、九龍站、任何站 來到我們亞博館的車票一張 而你如果拿著小童八達通 還可以免費承搭 很方便我們九龍港道的居民 如果是新界的朋友 更方便 他有五條免費穿梭巴士 是由荃灣、東涌、天水圍、大圍的港鐵站 和屯門時代廣場 都是直達亞博館的 我們還30分鐘一班 很快很方便 而駕駛的朋友 都可以在一幅鄰近的Eleven Skies的停車場 有泊車優惠 如果五個穿梭巴士站 其實港鐵的朋友 都可以乘到東涌 再轉穿梭巴士都可以 所以大家都可以各色其色 而我們超11的合場券 雖然我們定價是30元 但我們有很多優惠 因為透過我們的票務 合作夥伴 Alipay香港和支付寶 其實已經有九折 而兒童、小童、全日制的學生 65歲以上獎者卡的人士 他們全部都是免費的 我們亦提供二人同行 買一送一 三個人同行 40元就有三位 四人同行 我們叫梁鵬之的優惠 五十元有三 有四人的券 要買一班朋友 就一起買票 沒錯 真是便宜 剛才說了這麼多不同的活動 也有這麼多不同的參展商 如果反映你想 今年是第一次搞 明年又會不會繼續舉辦呢 當然我們是很希望看看他們的反應 因為已經有一些合作單位 他們也走來跟我們說 你們有這麼好的構思 會不會跟我們一起合作 有這麼好的配套 一起強強聯手 去做多些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都已經收到 一些不同的單位跟我們談 或者我們看今次做了之後 會不會有多些人一起去做呢 我們九加二目標整個大灣區 在今年如何吸引到大灣區的朋友 都參與這個活動呢 有沒有在內地有些宣傳 或者推廣渠道呢 絕對要 除了我們內地辦事處的同事 很積極幫我們聯繫媒體 還有我們也邀請了 其實我們剛剛早幾天 已經邀請了三十個內地的KOL 來香港幫我們去了解我們現在的內容 然後幫我們做宣傳 我們做了一些實體的裝置 給他們拍攝影片 另外我們也會聯繫到超過二百個KOL 跟他們去告訴他們 我們今次超十一裡面的豐富內容 還有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有一百個合作夥伴 我們特別要感謝大嶼山的群組 比如剛才說了我們在亞博館 我們Eleven Skies 大嶼山發展聯盟 滴士尼、昂平、周邊的酒店 都很願意幫忙去推廣這件事 我們也有Alipay、順豐、中旅社 所以我們有很多這些 跟內地的旅客、社會團體 都有很多不同的聯繫單位 都會利用他們的關係 還有我們會擺放很多資源 在社交媒體上去做推廣 所以到時我們會超過百名的KOL 都會參與我們這些推廣 我們也通過7月份書展 都有很多合作單位 他們都會很樂意幫我們推廣這個活動 剛才你也說了 今年旅法局一開始也說了 有很多活動、展覽 其實易求復常到現在 某法局今年整體活動的復甦速度是怎樣 個別的活動入場人次和疫情前的比較又是怎樣 你問得很好 因為我們也很關心海外來的 我們叫MICE 因為我們特別是國際展覽 所以我們剛才也說過 在2月、3月份全面通關 我們也搞了20多個貿易和本地展覽 也看到有40多萬個買家、參展商 超過200個國家 很國際化都來了香港 其實這些人來到香港做到生意 看到香港復甦非常好的情況 他們回到自己本土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大使 他們會幫我們講好這個香港故事 所以我們覺得這裡是很重要 如何服務好他們是很重要的 而有些展覽的規模 我們籠統來說 已經到了七八成疫情前的水平 有部份當然是好些 有部份的行業可能是差一點 所以也要看看他們的行業本身的特質 情況是怎樣 但接下來是12月 剛剛今天是12月1日 其實貿易方面都有很多 在貿易方面的推動 譬如我們有亞洲知識產權的營商論壇 我們有香港論壇 還有全球有很多國家地區和香港做生意的朋友 都會回來香港 更新更新的情況 我們也有創業日 去到聖誕節期間 更加有潮活十一 所以我們繼續全方位 希望提振幫助香港經濟復償 來年方面的部署是怎樣 接下來就很忙 因為我們1月份開始 都聽得出了 我們已經蜜羅緊鼓做到尾聲 因為我們1月份打頭炮的香港玩具展 其實已經是50周年 所以這次我們都很隆重歧視 希望很多國際的朋友商家 都會全面回來香港做生意 所以我們一直鋪排下去 整個24年就是單單我們展覽部這邊 我們已經超過三十幾個 大大小小不同的本地和國際展覽活動 我們也很緊張 我們也希望在機票價格和酒店價格方面 可以回落一點 還有我們的航班 我們作為消費者也希望是 更多航點 方便一點不用轉機 直接來到香港 我們對於24年是充滿期待 因為大家都知道外圍環境是很有挑戰 還有對於買家來說 我們也看到個別的市場 例如一些傳統市場 例如美國和歐洲 其實他們的購買力 還有他們本身的存貨量 其實都沒有消化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趁著24年的時間 能夠催谷到他們 有些傳統買家回到我們 還有新興市場的買家 現在我們特別是中東市場 我們的東盟市場 當然是我們的內地市場 都會繼續來到香港做這個採購活動 希望更多市場發揮得更好 明年有機會再邀請張淑芬女士 跟我們更新的情況 今天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